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早睡早起的short cut 例如早起床,设计8点钟上网课 如果晚上我们想提醒自己,够早睡觉了 iPad可以设定这样的short cut 都是一样,automation 接着我们选create personal automation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即使是上网课 time of day,例如假设是10点钟 晚上10点钟,提醒你睡觉 有人提一提,即有个机器提醒都ok 好,10点钟 就weekly 周一至星期五 next 可能今次我们不是播歌 可能是六节一把声都可以 我们action,这里可以选什么呢 例如这里可以选一个app 即是其实short cut都支援一堆app 虽然不是每个app都support 有的app我们是可以用的 voice memo 例如是 listen to my most recent voice memo 播放的话 我最近录的voice memo 一个声音的备忘录 那我先录好 那我就去voice memo 这样就可以录下一个个人的声音的档案 例如你想一句句子提醒自己睡觉 那你按一按录音就可以了 很简单一个录音机 喂,10点钟啦,够钟睡觉啦 Done 对了,5秒钟 再播来听 喂,10点钟啦,够钟睡觉啦 即是自己提醒自己 那这个就是你最近的录音来的 那我们可以回到short cut 那这里呢 就listen to my most recent voice memo 就会播回刚刚刚我录的声音 那这个声音 那这里我可以play一play的事 喂,10点钟啦,够钟睡觉啦 就会这样啦 对了 我们回到short cut先 好 那问题在这里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开着show and run 如果你run的时候 run的short cut 想弹出来 那就可以开了它 要不然呢 可以关掉它 因为它会自动去做 接着再按next啦 那就可以关掉了 10点钟 就这个是睡觉的alarm来的 睡觉的reminder这样的 那样的 那这个同样可以关掉它 不用ask before running 因为呢 我想它每晚都提醒嘛 那就don't ask 那就搞定 那这个呢 那就是第二个了 那就 每晚10点钟 它自己会提醒 我呢 即使你关掉mipad mipad 在long screen mode 它一样会叫的 那这个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功能来的 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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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